咱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一下SPL的另外一款非常高科技的母带处理的插件叫做Iron 大家好我是Alex 咱们之前呢讲过SPL的PASS EQ 那它还有一款非常非常著名 长得也挺像的 一个母带级的压缩设备 很多的工作室呢 干脆就把这个均衡和这个压缩放在一起 因为都是来自于SPL 他们的声音非常像 他们的风格取向也非常的像 而且是一个设计师设计的 功能非常的强大 SPL的这两款设备呢 不管是那个PASS EQ还是这个Iron的话 他们真的是可以说是不惜成本堆料去做出来的这样 很多很多的处理都是非常非常独立的元件 去确保它的声音非常的干净 以及处理不会有互相的影响 而且呢作为母带级的设备呢 这款压缩呢 有很多很多的细微的设置 非常复杂的声音线路走向 别看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压缩动态控制 但是呢从音质方面来讲 绝对是非常非常顶级的 那如今呢它变成了一款数字插件呢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去用 所以首先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呢 UI你可以把它变成红的 黑的 或者全黑的 当然无所谓 你用的这个东西对声音没有影响 但是很多人会看到过红色的这款 非常非常的流行 当然我个人比较喜欢黑色和银色 我们现在看这个插件呢 相当的华丽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界面 而且呢它是由Brainworks出品的 之前那个SPL的EQ呢 实际上也是Dirk去主导的 Dirk就是这个Brainworks的老板 也是插件联盟的老板 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公司做了很多非常非常强大的插件 那这个呢既然是Brainworks的挂牌出品的呢 就增加了下面的这一条的东西 这里有很多很有意思 首先Brainworks的TMT技术 模拟了20个不一样的这种处理的链路 每个之间的都有微小微小的区别 你可以去用这个稍微调出一些非常细微的区别 很有意思 然后当然有Parameter Link Mid Side Headroom 这个呢是High Pass Side Chain 然后Model Maker 然后呢让你的低频的一部分的声音变成单声道 Stereo Width Parallel Mix 这些呢我们之前讲Brainworks的插件都讲过 大家可以回去看 我们今天呢主要去看这个插件上的这些东西 这个插件本身呢就是一个压缩插件 那提到压缩插件呢 它就它有它最基本的那些功能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它的输入在这个地方 输出呢在这个地方 下面有一个波的 中间是零 就是输入输出都不动 如果你调到左边的话是减 调到右边是加 这边也一样 这款插件本身呢 有模拟了输入输出的这个变压器 所以呢 输入输出的音量 会让你的音色有非常非常微妙的区别 当然了你的输入的话会决定你整个这个压缩处理的这个程度 而且呢作为母带极的一个插件 或者硬件来说呢 它都是拨档 这种步进式的 也就是它没有中间的值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很容易能够让你去招回你的设置 知道你上一次调这首歌曲 具体是调到什么地方 那你可以用这个输入输出去平衡音量 然后呢去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音色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threshold在这边 特别大的一个纽 从0一直到40 那通过这个增加呢 你会降低它的threshold 慢慢就开始压缩了 另外作为压缩呢 attack的速度在这个地方 从fast一直到slow 每一个都有6档 release呢也是 每一个都有6档 都在这个地方 这个attack和release呢 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因为几乎这个插件每个模式下呢 它都是对于你的输入的信号 去产生不一样的反应 取决于你输入的信号的连续性 强弱等等的 它的attack和release的速度是比较飘忽不定的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叫rectifier 这个是整流器 它有6个不一样的模式 从这边转过去 会有germanium LED silicon 然后又是一个germanium 然后germanium和silicon合起来的 所以呢 这个东西我就要要求大家自己去看它的说明书 因为这个东西会决定你的attack和release的时间 很简单的理解是呢 最左边这个都是很慢的 越往这边是越快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跟随把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rectifier 这个地方是不同的材质 然后呢这边有它的attack和release的时间 比如说像germanium E 豪 法拉 这个F应该是法拉吧 farrot 然后呢 它有它的attack和release的时间 波档从1到6对应的时间 到下一个germanium和LED 还有silicon germanium germanium silicon 它的速度都不太一样 你会发现每个都不太一样 非常的有意思 中间有些区别非常的大 比如像LED 基本上你在中速或者是慢速的时候 它的release和attack都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呢 它会做成一种特别特别的不明显的那种压缩的感觉 特别笼统的把你的歌的动态打磨一下 那如果你换到很快的话呢 比如说像这边 germanium 和silicon的话 是0.2毫秒的attack 20毫秒的release 这就相对于说是比较快的 基本上是最快的 所以呢 去看说明书 更好去了解一下这些不一样的模式会给你什么样的效果 很重要 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sidechain 测链的eq 这个sidechain有四个模式 当然你最后一个模式 你可以用外部的sidechain 但是呢 内置了四个不一样的均衡的曲线 这四个均衡曲线会给你不一样的音色的声音 那我再次引用它的说明书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预设1234 对应着不同的曲线 比如说preset1 绿色这条线 如果你可以看到鼠标的话 这样上去 到这个地方下来 它在1k到5k之间有很低的坑 要记得是这个sidechain 基本上是你的压缩起能听到的部分 它听到的地方越多压的就越多 那听到越少呢压的就越少 那也就是说这个坑 反而是你更容易能听到的部分 如果你希望能够保留你的1k到5k之间的声音的话 你就可以用eq1或者是preset1 2呢是这样一条线 这样下来的 你会发现它在这个地方更图住500左右的一部分的频段 所以如果你希望500这个中低频的部分比较清楚的话 可以用preset2 3 我们可以看到3的话 它这个图形不是很清楚了 是在这 这样过来的一条线 在 170 80的地方 也就是你基本上base的那个位置 有一个坑 那如果你希望能够保留一些低频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第四个选择呢 从上面一开始下来 一直到 300左右就开始一直往下 然后呢一直到 3k的地方 然后呢高频再弹回去 那你的压缩呢就更多的会听到低频和高频 反应过来的结果呢就是低频和高频更容易被压缩 更容易过载或者更容易产生压缩的感觉 中频的会保留一些 所以呢这是这四个sidechain EQ的不一样的声音 再往下呢tube bias 也就是你的电子管的偏压 这个设备本身是一个电子管的设备 它用R-AX7电子管 你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低就代表着压缩的感觉少 高就代表压缩的感觉高 你如果电子管偏压非常高的话 产生的结果就是你的声音更不容易去被输出到你的最后的输出 导致的结果就是你觉得好像这个声音被压缩的更多了 很多情况下呢你可能把它放在low就可以了 当然呢high和mid都会有不一太一样的声音 再有呢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东西 但是呢它很有意思 Airbass中间是bypass 下面是tape roll off 这个东西是可以播的 上下播中间是bypass 我又要引用说明书的图表 如果你选了Airbass的话 你最后这个声音呢 你的这个输出的声音呢 它会帮你推一点低频 推一点高频 让你听起来特别现代的那种V型的那种声音 非常的力量 高频又非常的鲜明 如果你选择了tape roll off的话 就是这条 从10K 甚至从5K这边 它会很缓慢的去给你 切掉一部分的高频 听起来就是那种圆圆的 饱满的感觉 再往下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一会我们会看得到 它有一个auto bypass 因为这个设备很多的时候呢 你在一个母带工作室的时候呢 这个设备不一定是放在你面前的 它可能放在一个机架上 或者放在你桌子的另外一侧 你可能不经常能够着它 那你怎么去bypass 这个去对比呢 因为你希望坐在你的一个 最好的监听的位置去对比 这个东西可以设置 你可以把它调上来以后 你去设置这个秒数 你看这个地方呢 比如2.6秒 每2.6秒它会关一次 也就是bypass 然后过2.6秒 它会再打开 这样会帮你去 很好的去对比 你甚至可以把它 跟你的歌曲同步 比如说你在这个host sync 这个模式的话 这个interval呢 就是交替的时间 最短的时候呢 差不多是4拍就会切换 当然你可以把它变成8拍 切换或者更多 很方便的能够 让你不用去点就可以对比 当然了对于数字的插件来说 用鼠标点一下很容易 但是对于硬件来说呢 这个功能真的是 特别救命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说了半天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个东西的声音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设置 去听一下 记住这是一个 非常母带极的一个插件 也就意味着 它的效果并不会特别的明显 也不应该特别的明显 因为它是最后 帮你去把你的整体音乐去塑形 或者去改进 非常小的一点的这种插件 所以它并不像1176 一打开就炸了的那种感觉 不过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你们发现默认的设置呢 你把它切换的时候 你就已经能听到 一些音量上增加 以及动态上的增加 为了演示呢 我会把这个压的比例 稍微多一些 好 我们能去选一个 最快的压缩的模式 如果你认为 你压缩的不多的话 或者你希望能够增加 这种音染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 这个增加你的收入 它在这边降低一些 现在已经有一些 过载或者湿针的感觉 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Germanium和Silicon搭配的 一个声音 那种黏黏的声音 如果你的attack很快的话 它就会出现那种过载的感觉 我们试一个别的模式 慢一点的模式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sidechain均衡的声音 这个EQ4呢 特别明显的是 它的低频和高频 更容易去过载 或者被压缩 而且压缩的比例也比较多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个sidechain 这几个 有很明显的区别 如果你自己去听的话 现在是没有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中频的地方 会稍微亮一点点 差不多2K 5K之间的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在5K左右的 那个地方 EQ4是一个压缩的特别死的那种感觉 你的低谷听着就非常紧的那种感觉 EQ3的话会稍微放开一些 听一下这个tube bias 这个电子管的偏压 仔细去听底谷 如果放了high的话 那个底谷的音量变小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对你的压缩的比例 或者是压缩的幅度 没有特别直接的影响 但是从听觉的感官上来说 如果你把它调得高 压缩的感觉就会更强 好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air bass 和tape roll off 先听air bass 特别特别明显的 低频和高频提升的感觉 也是现在音乐里面 特别很多人特别喜欢的 像15ips或者7.5ips那种磁带的那种感觉 特别像很多插件 你用7.5的时候 高频就被消了一些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的音乐是要那种特别暖 特别软或者是圆滑的那种声音 或者是你的处理的这个歌的高频过多的话 tape roll off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auto sync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我把它调成host sync 也就是跟我的这个软件宿主是同步的 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你注意看这个灯 自己关掉了 四拍 这可以帮助你去对比 你可以把它调到上面 上面是按照时间的 比如两秒钟 但是你可以调的更长 所以呢这是这样一个功能 当然它还可以去做mid side的处理 你可以点这个下面的mid side 然后把这个link关掉 这样的话你的左边是处理你的mid 上面写着右边是处理side 自己去听两边的琴 这个地方如果你希望两边的声音一直在那比较平滑的话 你可以给它一个慢的release 快的attack 然后呢合适的有音量和压缩的bit 这个LED是最慢的 所以呢有时候会用它 所以呢这就是SPL的Iron 又是一个大师级的作品 来自于SPL这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音频设备畅商 我觉得这个设备就像PAS EQ一样 专门就是为了母带处理而生的 放在你最后的这个立体声音轨上 可以给你很多的帮助 尤其是这个air bass 很多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设置一个均衡 比如Protek的那种 低频和高频提升一点点 作为我声音混音的起点 那有了这个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用这个设置 听起来非常的好听 可以让你在有一个总线压缩 和一个均衡和一个频段提升的状态下呢 去开出混音 可能能帮助你更快的去达到你混音的这个效果或者目的 所以呢SPL的iron咱们呢今天就聊到这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问我 好吧 那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上上 拜拜